那么下面呢 咱就把咱昨天讲的东西 咱简单复习一下 咱们在昨天的时候呢 其实大体上来说 第一个咱们讲的是网络通信 网络通信和之前咱们 Python写的程序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不是说代码的编写不一样 当然一个功能不一样的时候 代码品力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的变化 但是呢整体来说还是用Python去写 只不过最终咱玩什么事情不一样 原来咱们在基础版里面写的程序 你不管是做了飞机大战也罢 还是做了其他的案例也罢 例子也罢 它都是在一个本地上 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 比方说我找了一个函数A 我找了一个函数B 我函数A里面处理的结果呢 我函数B想要用 我可以完成数据贡献的方式 是我A就算完之后呢 保存在权益变量 我让B去取这个权益变量 没错不同吧 可以 那么我也可以做到呢 我先去调A 让A以return的方式呢 我会返回过来 我调B的时候传进去 这是不是第二种方式啊 还有一种我可以怎么办 我直接去调B 在B里边 我想方式反而去调A 请问是不是A的结果 说B是不是可以直接拿到了吧 所以说不管你怎么样 那么将来 你想在一个程序里边 共享一个函数 和另外一个函数之间的数据 那么咱们要么全球变量 要么返回值都行 但是呢 这就牵扯了一个问题 我电脑上这个程序里边的 一个数据呢 想给你的电脑上 一个程序一个数据 那该怎么办呢 那么咱们就牵扯到 咱们昨天加你的网络东西 对吧 网络呢 大体的通信方式呢 分为两种UDP和TCP 昨天咱们讲的是UDP UDP 简单来说 它呢 是通信方式的一种常见的方式 只不过呢 这种方式呢 相当简单 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简单到 咱们只要有套杰子 只要调用生的兔 只要在生的兔里边写上 你要发的东西是什么 发给谁 端口是谁 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就解了吧 所以说呢 这就是UDP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流程 这是第一点 咱们都在学的东西 那么后来呢 咱们在讲网络通信过程当中 刚开始说了 网络的目的是什么 共享 你电脑上程序的数据 和我电脑上程序的数据 共享 我媳妇 现在在山东 用QQ给我发了个消息 QQ明明是在他程序上的 他手机上的一个QQ的数据 我手机上的QQ 也得到了这个数据 共享 听懂了吧 这个老公想你了 是吧 这个好几天不见了 一日不见 如隔什么什么东西 都是这样的 数据共享 那么数据共享 又现了个问题 全中国有好几亿的手机 对吧 为什么他在他的手机上 的QQ上 发了个东西 能够成功的到达 我的手机上 QQ上面 他不是根据 手机的型号来判断 因为咱们中国呢 同一款手机的型号呢 有N个人都买了 对吧 你苹果7 苹果8 甚至苹果X 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 都有很多个人在用 所以说他一定有个东西 来唯一区分 我这个数据给谁的 对吧 IP地址 IP地址 来区分 我这个数据 是给谁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整个中国 想象成一个 非常庞大的互联网的话呢 那么我媳妇在家里边 用了他的手机 发的东西 他的手机 有一个全中国 甚至是全世界 唯一的一个字 我的手机 只要连上网 有一个全世界 唯一的一个字 他只要向全世界 唯一的这个字 我的手机发 我就收到了 听懂我意思了吧 全世界统一 那么这就是IP地址 那么所谓的这个IP地址 全世界统一呢 当然一定是这种情况 但是估计很多同学们 就会想到 为什么我在我家里边 看那个192的168的1.1 在我同事家 也看见了192的168的1.1 你不是说全世界唯一吗 连一个一栋楼 还没走出去了 就有两个相同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同学们 要注意了 昨天咱们给大家说的 这个IP地址 它不是分为这么多类 对不对 每一种类型里边 它有一定的范围 是用来表示 你在你家庭里边用的 也就是说 可以分为叫私有IP地址 OK 这个问题 IP地址 理量讲 全球不为一 全球 全球唯一 全球唯一 就是全球的都不相同 但是为什么 我在咱们教室里边 看那个192的168的1.1 隔壁教室也看那个192的168的1.1 是因为在某一些 像ABC 在几类里边 它有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之内的数据呢 它是不能够上互联网了 就是用来在你公司里边内部用的 你听到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是内部用的 那么比如说 A类地址的这个范围 B类地址的这个范围 以及C类地址的这个范围 都是不能够直接上互联网了 那么它不能直接上互联网 为什么还能够对中单独上网呢 也就是到后面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解 那个Net的数据 Net的时候呢 就详细讲解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的不讲 蒋原则 你就是个原则 你所见的 你家里有个路由7192的168的1.1 它属于一个私有的IP地址 所谓的私有 就是你家里边可以用 我家里边可以用 他家里边也可以用 公有的地址 那什么叫公有的地址呢 很简单的 你只要保证 你现在能够上互联网 你就在你的手机里边 就在百度里边 你树上一个IP 那么将来 你一定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你过回下课的时候 你试试啊 打开你的手机 打开浏览器 在浏览器里边 树上百度.com 然后打开百度页面了吧 在百度那个树框里边 你树上什么都不树 就树个IP回车 你的百度就会给你显示一个 当前你手机的IP 那个IP就是公有IP了 那个IP是直接上互联网了 OK 东西来说 手机直接连着4G 连着3G 那么这个IP 是全世界唯一的 这叫公有IP 如果我在我家里边 是通过一个路由器间接上的网 那么路由器给了我一个IP 192.168.1.1 这样的IP呢 是用来咱们在一个家里边用的 这么说理解了吧 OK 那简单 做到这个概念就可以 那么IP地址核心点 在网络上来标记 唯一的一台电脑 那么 这就欠扯了另外一个问题 你唯一标记一台电脑 但是我的一个电脑上 毕竟有很多个程序的运行 这个没错 那么我怎么标记 我接下来这个数据 是给我这个电脑上的 哪一个程序的呢 昨天咱们说了一个东西 是不是叫做端口啊 所谓的端口 最核心咱们要用的是端口号 端口呢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 进出一个程序的一个道路 一个通路 那么端口号呢 就是一个 标记这个道路的 或者这个通道的一个数字而已 那么这个数字 咱们说了 分为知名端口 是不是和一个动态端口啊 哪个地方是分水里 哪个地方 1024 对没错 简单言之 你心里记着了 小于1024的 需要特殊情况才能用 那大于1024的 你爱怎么用怎么用 回应你 只要不相同就想 言外之一 老板你家买数据号吗 110这个数据号卖没卖 老板说 没卖了 那我就买110这个数据号吗 我说老板你家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119这个数据号吗 卖了吗 他说这个卖了 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卖了 你听到了吧 同时 同理也就是说 在一个套路系统里边啊 同一时刻 不允许 有相同的端口 昨天大家应该记得 我昨天最后给大家演示一个效果 我把费Q先关了 先退出 我让我的网络挑出之处 先占用2425端口 我再去引行费Q的时候 费Q是不是就挂了吧 也就是说费Q用的端口是什么了 2325 你昨天不是有个疑惑 我咋知道我同桌 它那个程序用的端口是多少 还记得吗 昨天咱们手动写的程序 是你知道你那个同桌的端口是谁 你知道 你才可以在程序里面写上 但是当我的费Q引起来的时候 我咋知道它的端口是多少呢 我又没有问为什么我还能通信呢 因为飞哥传输 就是费Q里边的端口是2325 听懂了吧 也就是说 我在我的windows上面 我运行了费Q 我的端口 2325 你的电脑上运行了费Q 你的端口是2325 那么大家都是用的2325 那么大家想了 我不管你的电脑在哪个地方 你只要有费Q 那么请问是不是它的端口一定是2325 OK 那么就找这个问题 你尽管往它的2325里边发东西 它一定可以收到 这就是不需要知道它的端口的原因 因为都用固定的 我想让我的一个程序用一个固定的端口 咱们昨天说过了用个什么东西 绑定 对吧 那么咱们接下来说一下Sockit的基本的流程 想要用Sockit 想要用Sockit的基本的流程 咱们再说一下 1 创建 是吧 创建 套杰子 那么创建套杰子 2 然后使用套杰子 收发数据 然后3 关闭 套杰子 没错吧 创建流程 Sockit 点Sockit 然后里边有个Sockit 点什么 AF下话线 INET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 是有个Sockit 点Sock 下话线 DG RAM DG RAM 然后如果你创建完之后 你至于叫什么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 但是为了咱们将来能够知道 是不是见名之一 比如说UDP 下话线Sockit 一看就知道 UDP的套杰子 那么接下来想要进行数据的收发 那么UDP 这个套杰子 这个Sockit 套杰子 点Send2 可以发 然后UDP 下话线Sockit 点Resale 是不是可以说 说的时候很简单 你写上个值 这个值表示什么 这个值表示我将来接收的数据是最大值了吧 给它改成Python 改了Python 没有变颜色了 没有变就没有变 就这样 那么Send2的时候 注意了 咱们需要两个坛数 对吧 第一个是什么 发送的数据 如果你发送的数据是一个字符串 说得直白点 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字符串呢 它支持一个操作 点什么呢 Encode 然后这里边写上UTF-8 是不是可以把它强制编码成另外一种方式 这个没错不错吧 至于怎么编的 Python的一大特点就是 咱尽管用 不要重复造轮的 不用重复造轮的 简单来说 你要区别一点 像C语言这种语言 效率相当高 但是呢 它的一大特点是 什么东西都得自己想 就对了 我想去做个 我想去饭店吃个饭 那么如果按了C语言去做 我得先让老板 老板你先盖个房子 你先买个桌子 你先把那个厨房弄好 你接下来把锅碗漂白都买好 我接下来去吃的时候呢 你接下来再去做 也就是说 C语言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重复做 自己去做 简单言之 一个人在国外写这个程序 他写的这个程序 基本上就是我想要的那个 但是C语言写的程序 直接拿过来用不了 你听懂了吧 这就是问题 所有的东西 必须要自己再做一点 所以这叫重复造轮的 那么Python 它是什么呢 还是一样的那个功能 但是用Python写的 但是国外写完之后呢 他放到互联网去了 我直接把那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Python模块吗 模块是不是一个点Py呀 我再拿来 我就直接用了 所以说呢 Python家特点 比较高级 高级在哪呢 不用重复造轮子 而重点放在了 用这个轮子 能干什么事情 而不在于这个轮子 具体怎么造的 因此 这句话不要特别纠结 加上言之 在Python3当中 你想要用发 你想发送数据 不管你整的这个数据 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数据 那么接下来 你想要发送的时候 必须引扣的来发送 编码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参数 这个地方一个圆图 这个圆图里边放什么 放地址 对吧 放地址 你发给谁呀 发给192.168.33.33 比方说33 发给他 那么目标端口是多少呢 比方说7890 是不是这就是端口了吧 好了 我把数据发给他 然后我这个地方是接触数据 那么接下来 如果我不想用的话 那么就是UDP 稍给大家close 是不是接下来就关了 整个这个流程就这样的 那么我刚刚说过一个特点 我想让我的程序 用的是固定的端口 那么我怎么办 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程序 我第一步创建桃杰子 我第二步 我接下来给这个IP的这个端口 发一个数据 发一个叉叉叉叉叉叉 前外 我发送之后 对方收到的来源的端口 会是多少呢 飞机 对 也就是说第一次在调用深入图之前 你依然没有端口 OK没问题 操作系统给你分配一个 但是我不想用操作系统 给我分配的 因为操作系统分配 特别随机 我不想用随机了 我怎么办呢 绑定 对吧 绑定 怎么绑定 UDP socket 套杰子的编 是不是绑 绑什么呢 它一定是一个原主 一定是一个原主 如果你直接把原主写在 块号里面不好理解 你就单独的找个变量 比方说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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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 就是address 它是一个原主 那么你绑定哪一个 这个本地的IP绑定哪个端口 6789 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个哥们当作一个实餐放在这里边 是不是接下来是不是就成功可以绑定了吧 问一个问题 能不能在这绑7890 你这个地方不是有7890吗 对吗 IP地址呀 在一个网络里边是不允许相同的 一个端口在一台电脑里边不允许相同 我电脑里边的这个程序运营起来之后呢 用的是7890端口 你的电脑里边是不是依然有个程序 是不是也可以用7890端口呀 所以说我绑的是我本地的7890端口 只要我本地没有用7890那就可以 那么这个7890是不是指着你电脑上的那个程序的7890啊 OK一个原刀 IP是在咱们大家这个教室里边不允许相同 但是端口号是在我的电脑里边不允许相同的 只要我电脑里边不允许相同 至于你的和我的是否相同没有关系 听懂了吗 就这么说 美国一个人叫张三 中国有个人叫张三 行不行 没问题啊 相同吗 相同 但是话说回来 整个全球有几个中国有几个美国呢 一定有一个美国一定有一个中国 这么说理解吧 所以说呢 IP是不允许相同的 但是呢 端口号在一台电脑里边不允许相同 但是在整个网络里边啊 你有你的端口 我有我的 哎怎么着怎么着 没关系 好了 这就是整个昨天咱们学的这个东西的流程 那么在这个地方 咱们这个把刚刚咱们这个昨天学的东西的 咱就复习一下 基本上呢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问题 咱们说了个端口号 在一个电脑里边是不是不允许相同吧 因此如果我这个电脑最听了 昨天有同学遇到这个问题 如果我这个程序最听啊 我刚刚写了个程序 它绑定的端口呢 是7896 我这个程序正在一定写的 但是我刚刚忘了关了 我接下来又开了个终端 我接下来还是把那个程序运行 但是我就发现 哎死活7890就用不了 这种情况是什么导致的呀 7890相同导致的 也就是说什么 如果你的7890用不了 你不要一根筋的在那 非它不行 对吧 那不行不一拉倒吗 再换一个 7891 7788 8877 8899 是不是都可以呀 你随便用 好像四个六 好像用不了 好像我用过 6666 好像不让用 好像是怎么回事 好了 这个端口切切冤的 不允许在一台电脑上 被同一时刻用多次 啊 嗯 嗯 谢谢观看